美国总统拜登9号在白宫签署了晶片法案 宣告这项法案正式生效 拜登表示晶片法案是美国一个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资机会 将有助于美国赢得21世纪的经济竞争 法案将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7亿美元 约合台币1.58兆的政府补贴 立法过程罕见获得了国会两党共识 朝野议员都认为这项法案将可提升对中国竞争力 也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